大学新生报道第一天 我被分配到4444号宿舍 看到这个宿舍号 我想起了我的表姐关心 她说曾经在一间猛鬼学校就读过 还说自己带领着三名室友 与妖魔鬼怪斗智斗勇 说的会形晦涩的 吹牛吧 这都2023年了 这种低级的鬼故事已经吓不到人 然而当我刚走进宿舍走廊时 手机便收到了一条信息 宿舍规则 一不要取黑色的钥匙 二晚上11点后不能用宿舍内的洗衣机 三晚上11点后不能对着镜子梳头 如开始了15分钟内不能停 四晚上11点后宿舍不能大喊大叫 否则宿管会前来处罚 五晚上11点后宿舍必须熄灯 不能有光 否则宿管会前来处罚 六晚上11点后宿舍不能吃肉 七晚上11点后不能用厕所 八只有宿管才有权检查宿舍 九宿管有时是男的 有时是女的 宿管只穿靴子 十晚上12点后 如听到走廊有同鸣声 不要理会 十一宿舍大门会在晚上12点前关闭 任何人不能进出 否则开除学籍 什么鬼 不要取黑色的钥匙 宿舍的钥匙不都是金色和银色的吗 哪来的黑色钥匙呀 莫名其妙之际 广播里播放出一段戏曲 狼在芳心处 窃在断肠时 委屈心情有悦之 相逢不亦分离异 我记得 至少是看过的一部恐怖片 山村老师的插曲 楚人美 可宿舍怎么会播这样的戏曲 那凄厉的女生 加上昏暗的走廊 虽然我不信这些 但还是有些毛骨悚然 幸好到了宿舍时 里头已经有人 在报道填表时 我见过他们三人 随着广播里戏曲的停止 宿舍内安静了片刻 我们几人互相对望着 气氛有些诡异 这时毛指寒点燃了几根香 一边向四方拜着 一边喃喃自语 小女出道跪地 各路大仙有怪莫怪 靠 什么鬼啊这是 来上大学 居然还把香给带上 这时赵雅师上前一下 将毛指寒手里的香给抢了过来 直接扔进阳台的水槽里 谁批准你在宿舍里燃香的 弄得乌烟瘴气的 赵雅师瞪了他一眼 可这是对各路鬼神的尊敬 毛指寒话还未说完 赵雅师弄骂道 毛指寒 我警告你 我这妆容可是刚化的 要是弄坏了 你可赔不起 我这都是名牌的化妆品 你那些什么狗屁香 要是把它们熏坏了 你更加赔不起我跟你说 可是刚才那 那广播 毛指寒有些惊恐 赵雅师 那广播摆明 是用来戏弄咱们新生的 人头猪脑 我一看 赵雅师桌上的那些化妆品 都是国际大品牌 价值不菲 而他那妆容 也确实化得几乎无可挑剔 不过 我最看不惯 就是这种人 正当我想替毛指寒 对回去时 一旁突然想起一阵击打声 砰砰砰 赵雅师 谁弄得这么曹啊 他本想继续骂人 可回头一看 顿时不敢置声 只见另一名室友 正在击打着牧人庄 刚柔并济 百合纵横 虽然我不懂武术 但从电影上看过 这是永春拳 他叫叶童 一看便知是个狠角色 叶童瞪了赵雅师一眼 道 大家以后是室友 说话没必要这么冲吧 虽然赵雅师一脸不屑 但他是不敢惹叶童 残阳如血 夜幕将至 整理完床铺后 我肚子已饿地打鼓 因学校饭堂 明天才正式开放 我只好点个外卖吃 这时 毛指寒与叶童也喊我一起点 至于那个姓赵的 我压根不理他 话说这外卖的效率 简直神速 才刚下单十分钟 外卖小哥居然说已到楼下 我与毛指寒赶紧下楼取餐去 刚从宿舍楼出来 一个男生已提着外卖 站在那里等候 可奇怪的是 这男生衣衫有些破烂 双臂布满水泡 皮肤成灰黑色 而且还一直低着头 这一幕怎么如此熟悉 我好像曾经听表姐关心说过 就在我疑惑之际 毛指寒接过外卖 拉着我迅速跑回宿舍 只见那男生却指着前方宿舍楼入口的方向 指寒 你那么急干嘛 我还没跟人家说谢谢呢 我问 毛指寒把挂在脖子的项链拿出来一看 只见他项链上的珍珠变成了灰色 好运 有些不妥 毛指寒眉头一皱 不妥 什么不妥 我问 毛指寒 这是我毛家的祖传之物 如附近有不干净的东西 珍珠会变颜色 那灰色代表什么 我问 毛指寒 代表附近有阴灵 但英灵的级别不高 如果 我瞄了他一眼 有些无语 毛指寒在滔滔不绝的说着他口中的所谓灵异知识 他还说自己的祖先是南毛北马的毛道长 我真是服了 估计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吧 可下一秒 毛指寒却看着前方 两眼瞪大 我顺着他眼光的方向一看 此时在宿舍楼入口处 正坐着一个人 因对方戴着墨镜和口罩 打扮严实 一时间也分不清究竟是男是女 只知道 其长着一个蜡蜜头 东一块西一块的 看着有些恶心 你们是新生吧 取一把宿舍钥匙做后背吧 每个宿舍都要取的 他开口说话了 声音有些沙哑 但能分辨出是女的 这时他指着后面那排柜子中的第一个透明格子 好的 谢谢 正当毛指寒要去取钥匙时 我一把拉住了他 你好 这个 这个我们宿舍好像已经有人取过了 我说 毛指寒看向了我 我向他打了一个眼色 他定睛一看 煞食脸色一变 因为那钥匙是黑色的 宿舍规则的第一条 不要取黑色的钥匙 没关系 再取一条吧 我是你们的辅导员 当我多照顾你们一些吧 他话音刚落 我注意到他胸前带了一个公牌 写着辅导员王书真几个字 这时 毛指寒又看向了我 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灵机一动 捂住肚子说 不好意思辅导员 我肚子有点痛 得先回去一趟 我晚点再下来拿哈 谢谢你 说吧 我也不等他回应 便拉着毛指寒转身就走 直到上了四楼 我们才停下了脚步 好运 刚才我们下楼时 明明没看到任何人在的 那辅导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有些害怕 毛指寒手都在发抖 我 你不是说自己是毛家的传人吗 你怕什么 毛指寒 其实 其实我怕鬼 我晕 幸好我压根不信鬼神之说 不然真被他给笑死 不过 刚才的黑色钥匙 确实是有些诡异 还有那个王书真 他真的是我们的辅导员吗 沉思之际 走廊的灯忽然闪烁起来 随之是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什么声音 我问 毛指寒仔细的听了听 说 好像是脚步声 怪异的是 在我们前方的走廊上 却是空无一人 脚步声到底从哪里来 疑惑之间 我背景一凉 回头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不知何时在我们的身后 竟然站着一个人 他长发急腰 脸色煞白如纸 没有半点血色 更奇怪的是 他的眼珠小的下人 四边露白 手里拿着一个杯子 杯子里头那红色的液体 还在轻轻的摇晃着 孩子们 入夜了 可不要到处乱跑呀 他嘴角微痒 你 你是 我问 我是你们的宿管 叫我美衣就行 他说 宿管 我低头一看 只见他穿着一双长靴子 宿舍规则第九条有提及 宿管只穿靴子 那么眼前的人 应该是我们的宿管没错 见此 我松了一口气 宿管问道 宿舍的钥匙 你们都取了吧 毛指寒点头 取了取了 刚才楼下的 正当毛指寒 要往下说的时候 我立即打断了他 同时 我的精神再次绷紧 因为此时 透过楼道封口 我看到对面的那栋楼的过道上 正站着一个 跟眼前这个宿管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宿管美衣再问 刚才楼下怎么了 我连忙摇头 没 没有 刚才楼下的那盏灯 好像坏了 宿管有空去看看吧 宿管美衣一笑 好的 对了 后天正式开学 到时候你们要好好的 遵守学校规则哦 不然会被罚的 点了头后 我拉着毛指寒赶紧回去 直到我们把宿舍门打开 我才敢回头望一眼 只见宿管美衣不但没走 还站在走廊的尽头 一边看着我们这边 一边唱着那首歌 狼在芳心处 窃在断肠时 委屈心情 有月之相逢 不亦分离异 可是声音却变成了 一个男人声 回到宿舍后 毛指寒把刚才 我们遇到的怪事 说了出来 叶童的反应是半信半疑 赵雅师当然是不信 还嘲笑我们胆小 说那些规则都是恶作剧 其实我也不完全信 但刚才遇到的是 确实怪异 吃完饭后 我早早地爬了上床 或许是太累的缘故 没一会儿我便睡着了 直到我被一阵 刷刷刷的声音给吵醒 什么声音 我仔细一听 是洗衣机运行的声音 我手表上一看 时间已经是 晚上的10点59分了 糟糕 我连忙从床上下来 冲去阳台 把洗衣机给关了 可下一秒 骂声就来了 好运 你干嘛 我在洗衣服呢 说话的是赵雅师 宿舍规则第二条 晚上11点后 不能用宿舍内的洗衣机 虽然我说这句话时 是有些心虚 但我还是说了出来 你有病吧你 都说了多少遍了 那是恶作剧 吓唬人的 你这个白痴 赵雅师再次启动了洗衣机 但我却立刻关掉 我 我这是为了大家着想 其实这次的 我是看不惯他 起料这时的赵雅师发火了 规则是吧 好 我今晚就偏要犯规 我就不信 这所学校的人 敢动我姓 照了一根汗毛 他一下把宿舍的灯 全部打开 还在宿舍大声喊叫 对着镜子梳头 一连违反了几条规则 我想阻止都来不及 而此时已经是 晚上的11点03分 可是一切却风平浪静 赵雅师毫发无损 看到了没 我有事吗 有人来抓我吗 幸好的 你醒醒吧 别那么白痴了好不 赵雅师一边骂 一边用手指着我的头 我是无话可说 毛指寒想上前替我说话 也被他一手推开 可就在此时 叶童一下上去 一手扶着毛指寒 另一手握住赵雅师的手 瞪着他说道 吵归吵 但别动手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话音刚落 叶童发了一抓 赵雅师顿时痛得脸色一变 虽然赵雅师是骄哄逼人 但目前看来 确实是我多心了 到了第二天 宿舍楼里一切正常 为了日后 大家能和谐相处 我主动跟赵雅师道了歉 我还打算把手机 收到的那些规则信息给删除 但奇怪的是 任凭我怎么找那条信息 却已不见了 一明天就正式开学 今晚我们宿舍四人 一早便上床 然而奇怪的是开始发生了 一阵凄厉的叫声忽然响起 啊 啊 我本能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看 时间是晚上的11点01分 怎么回事 难道是 我连忙下了床 去了阳台 因为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我大惊失色 只见在对面宿舍楼的阳台上 一个头大如群 目如二尺镜的怪物 正从洗衣机里缓缓爬出 而此刻 那个女生已被吓得浑身发抖 尖叫不停 下一秒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双眼 只见那只大头怪物 张开血盆大口 用它锋利的牙齿 一下子咬住了那女生的头 啊 一声惨叫 那只怪物竟然开始啃食那个女孩 是 是大头怪鹰 不知何时 毛指寒已站在了我的身边 而赵雅师和叶童也走了出来 与此同时 我看到了毛指寒项链上的那颗珍珠 变成了紫色 鬼 鬼呀 这是一旁的赵诗雅 吓得马上大喊起来 我一手捂住了他的嘴 晚上11点后 宿舍不能大喊大叫 否则宿管会前来处罚 我立即在他耳边说道 赵雅师这边还未冷静下来 紧接着对面楼宿舍又传来了一阵尖叫声 这次的叫声更加尖锐 糟糕 对面宿舍的人再次违规了 那群是什么东西 夜童惊呼道 我定睛一看 有一群灰飞的黑色物体 从窗户和阳台飞进了那间宿舍 随即 他们疯狂地咬着那宿舍的其他三名女生 是蝙蝠 那是蝙蝠 毛指寒道 蝙蝠 学校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蝙蝠 然而就在此刻 一个熟悉的身影闯进了那间宿舍 她是宿管美仪 我认得她的打扮 尤其是那双长靴子 她 她不是人 毛指寒握着自己的项链 双手抖个不停 同时项链上的珍珠变成了红色 不 不是人 那 那她是什么 我问 是 是 毛指寒还未说 对方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只见美仪身体一抖 她竟然把自己的头部 360度地转了过来 随着那长发被风吹开 一张煞白而猙獰的脸孔随之呈现眼前 那是一张男人的脸 原来昨晚在走廊上唱歌的 就是她 这时我终于明白了 宿舍规则中有一条 为什么会说宿管有时是男的 有时是女的 宿管只会穿靴子 晚上11点后 宿舍不能大喊大叫 你们违规了 话音刚落 那宿管露出锋利的牙齿 一口咬向了一名女生的颈部 顿时 鲜血飞溅 毛指寒 她 她是吸血鬼 蹲下 这时 对面行凶的宿管忽然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 还好夜童反应快 让我们立马蹲下 但当我回头看她时 连她都吓得脸色发青 更不用说那个最怕鬼的毛指寒了 现在咱们 咱们该怎么办 毛指寒哆嗦到 快 快去报警 我刚说完 赵诗雅反应最快 她迅速爬回宿舍里头 拿起手机报警 搞什么鬼啊 怎么连一点信号都没有 听到赵雅师这么说 我们也连忙用自己的手机尝试拨打 果然 手机的信号栏全是交叉 不好了 我们或许 正当我要说话之际 我们宿舍门外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嘚嘚嘚嘚嘚嘚嘚 茶房 开门 什么 茶房 可是那宿管 明明还在对面楼的宿舍行凶 它绝对不可能来得这么快 难道还有第二个宿管 这时 我们四人不禁互相对望起来 神色慌张 而门外的喊声 却变得更大 茶房 快点开门 突如其来 不知如何是好 我灵机一动 环顾四周 顺手拿了毛指寒 带来的一只自拍杆 接着把一块镜子给加上去 好运 你想干什么 赵雅师问 我没有回答 把自拍杆缓缓举起 透过镜子 我看到了站在宿舍门外的那个人 他长着一个蜡蜜头 戴着墨镜和口罩 我认得他 他不是宿管 他是辅导员王树珍 你们再不开门接受检查 就是违反规则 违反规则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接着 辅导员还逐一点了我们宿舍四人的名字 听到惩罚这两个字 赵雅师和叶童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我 毛指寒更加害怕 他紧紧地握住项链的珍珠 浑身颤抖 而这时的珍珠 不停地在红色与紫色之间来回闪动 毛指寒 他 他也不是人 千万 千万不要开门 开门 开门 敲门声与喊话声越来越大 犹豫不决之际 我想起了表姐关心 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越是危及关头 越是要保持冷静 人只有冷静下来 才能想到解决办法 是 这个时候我必须冷静 我必须冷静 我闭上双眼 深吸了一口气 我脑子快速地翻越 昨天手机上发来的那些宿舍规则 我的记忆力一直很强 电光石火之间 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则 只有宿管才有权检查宿舍 对 虽然他是辅导员 但他不是宿管 这里是宿舍 他根本没有查房的权利 我鼓起勇气 对着门外大声喊道 你不是宿管 你不能查房 要是查房 你就是违反规则 宿舍里的三人 被我的话吓了一大跳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话到底有没有用 但是到如今 只能赌一把 可此话一出 敲门声却停了下来 此时宿舍里外 顿时变得寂静 我再次把手里的自拍杆 缓缓举起 可就此刻 门外的辅导员 竟然把戴着的墨镜和口罩 给摘了 我终于看到了 辅导员的卢山珍面目 他全脸的皮肤溃烂不堪 就像被火烧过一样 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脸上还不时滴着一些 乳白色粘稠的液体 更恐怖的是 他居然没有眼珠 整个眼窝就是一片空洞 还不时有蛆虫 从那眼窝里爬出来 简直是恶心至极 他抬头看向镜子 嘴里动了几下 虽然没有说出声音来 但我从他的嘴形看得出来 他说的是 我不会放过你六个字 我被吓得缩了回来 双手颤抖不停 可所幸的是 此时的脚步声 开始慢慢远去 但我们还是不敢发声 只是声音完全消失 我们才敢真正的松一口气 我把看到的一切 告诉了宿舍三人 他是辅导员 又不是宿管 他为什么要来查咱们的房 赵雅师问道 我说 还用说吗 他就是想趁机 来让我们犯规 他不是宿管 而我们又给他开了门 那么我们就犯规了 犯规的人就要接受惩罚 叶童 真他妈阴险 要是有机会 我真的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人是打不倒他的 毛指寒还是惊魂未定 为什么 叶童问 毛指寒 有蛆虫 珍珠在红色与紫色之间转换 根据我们毛家典籍记载 辅导员应该是 是什么 我们三人同时问道 毛指寒 丧尸 此话一出 我们不禁吞了一口口水 毛指寒 虽然丧尸不会飞天遁地 但却无任何痛感 所以 叶童 宿管是夕阳吸血鬼 辅导员是丧尸 那我们岂不是死病了 指寒 你是毛家的传人 你应该有到处 能对付这些妖魔鬼怪吧 我问 毛指寒低着头 道 因为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怕鬼 所以我没认真好好的跟爸爸学 只学会了两招 一招是洗服 而另一招 毛指寒还未说完 赵诗雅便打断道 真是没用的家伙 如果我能打电话出去 我一定让我叔叔 把这鬼学校给铲平了 我 可惜没如果 你 赵雅师瞪着我 我也瞪着他 叶童 别吵了 我们去对面楼宿舍看看吧 说不定还有人没死呢 赵雅师瞪了他一眼 去对面楼 叶童你傻了吧 这么多规则 咱们只要走出这个宿舍 分分钟有可能没命 你想死我可不想 说吧 赵雅师回到了自己的床铺里 虽然他的这番话 听起来很冷漠自私 但说的却是事实 宿舍内再无人发声 大家都静静地躺下 然而不久后 走廊的外面 却响起了一阵阵怪声 什么声音 赵雅师先说话 我仔细一听 先是叮铃叮铃的声音 接着又夹杂这些 类似脚步的响声 声音似乎从走廊的 另一端开始传过来 好像是铜铃的声音 毛指寒说 于是我下了床 用刚才那根自拍 干加着镜子 从门的上方悄悄伸出去 他们三个也凑了上来 接下来的一幕 我毕生难忘 在走廊的另一头 随着铃声的响起 只见几个身穿藏蓝色 长衣官服 头戴顶带花铃的人 正在向我们宿舍的 这边的方向走过来 不 应该说是跳过来 此刻的我顿时愣住了 毛指寒 这些 这些不会是 赵雅识问 毛指寒颤抖着 往自己项链上一看 随即双眼瞪大 因为那颗珍珠 居然变成了黑色 黑色究竟代表什么 我连忙追问 是 僵尸 这话一出 我们三人吓得面如土色 不 会吧 毛指寒你可别开这种玩笑 赵雅识哆嗦道 我 吸血鬼 丧尸都出现了 难道是到如今 你还不信吗 那 那咱们该怎么办 张诗雅话音未落 只听喷喷几声 透过镜子 我们看到那几只清朝僵尸 在我们宿舍前面停了下来 并用鼻子向四周秀这些什么 下一秒 他们露出了锋利的疗雅 平住呼吸 快 毛指寒一说 我们四人本能地平住了呼吸 这一幕 我之前曾在电视剧里看到过 没想到 今日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可是那几只僵尸 却一直在门外四处乱秀 站着不走 这时 我看到赵雅识都憋得满脸通红 而我自己也感觉快不行了 幸好的是 就在此刻 那几只僵尸 似乎发现了什么 突然掉头向楼梯的方向急速跳去 直到感觉 他们跳下了楼梯 我们四人才敢呼吸 此时的我们已经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最后 我透过窗户 看到那几只僵尸 朝学校后山的方向跳去 还未正式开学 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么多怪事 明天会怎么样 我根本不敢想象 赵雅识提议我们 明天一早 从学校的后门离开 我们宿舍距离后门很近 成功机会很大 我们同意了 毕竟先保命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太简单了 一日一早 我被手机里一连串的信息给吵醒 各位同学 以下是教学楼的规则制度 请各位同学务必遵守 信息会在五分钟后消失 一 早上八点必须进入课室 不能迟到 二 学生可以乘坐教学楼的电梯 三 进入电梯后 电梯会自动运行 学生们按各自需要到达的楼层按键停留 机会只有两次 四 教学楼每层都有数字标识 务必按照课程表 去正确的楼层上课 五 五上课期间不能用手机拍照 六 回答问题时必须先举手 七 不能把答案说给其他同学听 八点一节课时间为三课中 到点十老师可以有一次延长下课时间的机会 九下课铃声响起才能离开教室 除非老师允许提前下课 十即使下课了 老师有权点名把同学留下 我仔细看着这些规则 发现里头好像有些问题 可此时赵雅师却说道 还看什么规则呀 赶紧动身离开吧 我一看 他们三人已经准备好了 说来也是 只要能离开这所学校 规则已经不重要 但不知为何 我的心总是忐忑不安 果不其然 当我们四人来到学校后门时 当场愣住了 因为后门竟然变成了一道近十米高的石墙 就算我们会轻功 恐怕也出不去 走 我们去前门试试 赵雅师到 叶童 后门都变成这样了 你认为前门能敞开着 让咱们出去吗 赵雅师 那不然呢 难道咱们就坐这里等死吗 毛指寒 好运 怎么办呀 我 我有点害怕 我想了想到 去上课吧 什么 去上课 你脑子有病吧你 赵雅师反应很大 我 现在很明显 我们已经被困住了 硬床恐怕无任何胜算 要是摆烂 也就等于违反规则 一样要死 所以活着必须遵守规则 也只有活着 才能找到办法离开这里 虽然无奈 但我说的话是事实 他们三人也无话可说 我 糟糕 咱们赶紧走 好运 怎么了 去哪 叶童问 去上课呀 根据教学楼规则第一条 早上八点必须进入课室 不能迟到 现在已经是七点四十五分了 我这话一出 众人顿时一惊 随即 我们马上动身 朝教学楼的方向跑去 可是跑着跑着 我发现少了一个人 回头一看 只见赵雅师落后了我们一段距离 赵雅师他怎么了 我问 他还能怎么样 大小姐娇生惯养惯了 跑不动呗 叶童道 我仔细一看 发现他满头大汗 似乎跑得有点艰难 你们先过去 我去扶扶他 我说 可是咱们时间 毛指寒欲言又止 我 没事 应该来得及 再说了 虽然赵雅师嘴欠 但他毕竟是咱们的室友 不能丢下他 你们先去 但记住 到了教学楼门口 先不要动 等我 说吧 我往回跑去 喂 你怎么了 太胖跑不动吗 我向赵雅师问道 见我过来 赵雅师瞪了我一眼 你才胖 我腿有点伤 跑不快而已 你们先去 很快就过来 我看了看他 接着将他的手 搭我的肩膀上 好运 你 赵雅师看着我有些惊讶 我 别逞强了 不想死就赶紧跑 可别拖累咱们宿舍 说吧 我扶着他连忙赶路 7点50分 我们来到了教学楼 叶童与毛指寒 站在花谱前等我们 但此时的他们 却看着同一方向 一脸震惊 好运 你 你看 我顺着毛指寒的方向 看过去 顿时吓了一跳 只见那里 站着四名女学生 而其中 两人我认的 就是昨晚对面楼宿舍 违反规则的学生 他们不是已经 赵雅师想说话 我一把打住了他 因为我注意到 他们的神情呆滞 而其中有两个人的脖子上 还有牙齿咬过的痕迹 哦 先别管这些 咱们快打开手机 看看课程表 跟教学楼规则吧 早上第一节课 在602时 毛指寒道 可他话音刚落 叶童却惊呼道 糟糕 今天早上 那条规则信息没了 赵雅师 不是吧 果然 打开一看 信息莫名的消失了 糟了 今天一心想着逃出去 没注意看那些规则信息 这下可怎么办呀 毛指寒急得满脸通红 这时的我不急 因为我早已把这些信息 以照片的方式 保存在我的脑海里面 这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法 是用人的右脑 把信息当成图像来记忆 是我小学时的 一位数学老师教我的 而我就是 靠着这个方法 才成功考上大学的 五秒后 我睁开双眼 以胸有成竹 并流利地将教学楼的规则 跑楼梯还是坐电梯 夜童问 赵雅师 还是跑楼梯吧 要是被困在电梯里头 咱们就死定了 毛指寒 是的 我赞成跑楼梯 我往楼梯那边看了看 这时有很多学生 是选择了跑楼梯 或许他们的想法 跟赵雅师一样 不 咱们坐电梯 我很坚定地说 为什么 赵雅师问 我规则第二条 学生们可以乘坐 教学楼的电梯 这说明 电梯是一定可以 到达目的地的 但却没有说学生 可以跑楼梯 也没有说楼梯 能到达目的地 万一 想了想后 他们认同了我的分析 于是 我们提着胆 进入了教学楼的电梯 同时 也有一些学生 跟我们乘坐 另外两台电梯 果不其然 我们刚进入电梯后 门就迅速关上 然后电梯开始运行 可就此时 赵雅师却惊呼道 这案件 咱们怎么按呀 我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除了开关两件 有标明外 其他楼层的案件 是空白一片 夜童 这里有两例案件 咱们的客室是602 应该是按 左边第一列的第一个 等等 我本想喊住他 但他动作太快了 一下便按了案件 随着钉的一声 电梯门打开了 可下一秒 一阵浓烈的血腥味 扑面而来 只见电梯外面 并不是教学楼的走廊 而是一个血池 血池内有数不清的丧尸 正向我们这边 疯狂地爬过来 他们衣衫褴褴 血肉模糊 恶心至极 快 快关门 赵雅师反应最快 他连忙按动了关门键 可奇怪的是 电梯的门却一直不关 怎么回事 赵雅师惊呼道 我知道了 开关键颠倒了 这是个陷阱 话音刚落 我连忙按动了开门键 果然 电梯门开始关闭 然而 正当门马上要完全关闭之际 一只血淋淋的手伸了进来 卡住了电梯的门 众所周知 电梯门一卡 就会自动打开 如此一来 其他的丧尸便蜂拥而上 叶童 叶童 赵雅师吓得连忙喊叶童 他知道叶童会泳春 可我回头一看 只见叶童贪婪在地 脸色发青 嘴里一直哆嗦着 血 血 糟糕 原来叶童有孔穴症 但眼前情势危急 我只好一马当先 朝着那些丧尸一脚踹过去 见此 赵雅师也跟我一起 拼命地抵抗着丧尸 可是这些攻击 对于他们根本不管用 眼看着丧尸快要冲进电梯 这时一个身影冲上前来 祖师爷在上 急急如律令 话音刚落 白光一闪 那帮丧尸顿时退了出去 出手的人是毛指寒 他弄破自己的手指头 用写在掌上写了符咒 毛指寒 好运 快关门 我也不敢怠慢 立即按动按键 随着电梯门关上 我们几个人松了一口气 行呀毛指寒 果然是毛家的传人 之前小看你了 赵雅师笑道 我 指寒 你不是说怕鬼吗 刚才怎么这么勇猛 毛指寒呼了一口气 怕呀 可是为了救 咱们姐妹的命 我豁出去了 叶童 对不起 在关键时刻我居然 我扶起叶童 没关系的叶童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何况只还说的对 咱们是姐妹 不计较 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起心 我们四人互相对望着 眼神变得坚定 我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7点55分了 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根据规则 电梯按键停留的机会只有两次 刚才我们用了一次 因此余下一次 我们必须把握住 赵雅师 好运 这里数你的分析能力最强 你来决定吧 我们相信你 一旁的毛指寒 与叶童也连忙点头 既然他们这么信任我 我也必须安全地 带他们出去 我仔细地看了看 电梯的按键 是两个数列 而教学楼一共12层 刚才叶童 按了左数列的第一个 错了 那么就意味着 楼层在按键上的分布顺序 不是数着数 而是横着数的 于是我按动了 右边数列的第三个按键 果然 随着电梯门的打开 教学楼的走廊呈现眼前 这时已经是7点56分了 可正当我们以为 已经安全到达之际 下一秒 一个数字让我们停住了脚步 只见眼前的楼层标识 写着的是9 而不是6 怎么会这样 难道刚才咱们错了吗 赵雅师道 这时只见有七八名学生 正从楼梯处跑上来 好运 要不咱们跑楼梯吧 下去6楼很快的 毛指寒道 我盯着眼前这个楼层数字9 没有说话 不对 按理说 要是我们刚才在电梯里 没按对楼层数 我们是根本出不了电梯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一层应该就是6楼 可为什么 赵雅师 好运 想好没有 没时间了 58分了 赵雅师话音刚落 我看见又一波学生 从楼梯处跑上来 让我吃惊的是 他们跟刚才跑楼梯的学生 长得一模一样 我 不对 他们中计了 这楼梯根本是假的 是一个无限循环的空间 夜童 不会吧 那咱们 这时我回想起一条规则 教学楼每层都有数字标识 务必按照课程表去正确的楼层上课 我灵机一动 道 对 按照课程表正确的楼层上课 这里不是9楼 而是6楼 那个标识是个陷阱 话音刚落 我上前将挂着的那个9字摆动了一下 让它变成了一个6字 姐妹们 相信我 我看着他们 毛指寒 我信你 夜童 去就去 赵雅师 好 我就跟你赌这一把 说吧 我们往前方第二间课室直奔而去 幸好 我压中了 602课室的门牌 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四人都笑了 姐妹们 进去吧 终于 我们安全进入了课室 时间是7点59分 此时的课室里 也来了不少的学生 随后 一个中年男子 走进了课室 他上身一件 深蓝色扶寿圈的糖装 下身一条黑色裤 虽然不能说不正常 但总给人一种 像兽医的感觉 同学们 我是你们的老师程天叶 那男人说话了 程天叶 这个名字好熟呀 赵雅师说 你认识他 我问 赵雅师想了想 我好像小时候 听过这个名字 这时程天叶说道 都到齐了吧 到齐了 咱们就开始上课 同学们坐稳了 坐稳了 什么意思 当我疑惑之际 那老师双手一挥 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强风 把我们吹得连眼睛都睁不开 随之一阵天旋地转之感 席卷而来 啊 我们四人手牵着手 不敢乱动 片刻之后 动静消失 我们才敢缓缓地睁开双眼 可是眼前的景象 却让人不寒而栗 原来的教室 此时竟然变成了一片目的 上千个墓碑出现在眼前 疯了 简直疯了 这学校我不读了 我要回家 我不想死 我要报警 救命啊 这时 有几名学生离开了座位 向门口的方向疯狂跑去 可接下来的一幕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唰的一声 众多的灵魂从墓碑里飞了出来 向那几名逃跑的学生 蜂拥而上 啊 啊 一轮凄厉的惨叫后 我们亲眼看着那几名学生 被那些灵魂无码分尸 鬼子鬼呀 最胆小怕鬼的毛指寒 此时吓得浑身发抖 教学楼规则第六条 回答问题时必须先举手 他们几个违规了 违规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成天夜在尖笑着 经此一幕 所有人都不敢再轻举妄动 成天夜 好了 现在正式开始上课 今天的任务是考验你们的记忆力 接下来你们可以在墓地里自由走动 但需要把墓碑上的人名和照片记下来 二十分钟后我会提问 不要浪费时间哦 其他人迅速行动 毕竟没人想死 姐妹们 事到如今唯有照着办 咱们四个必须在一起 不要分开 好 他们三人齐声答应 刚进教室的时候明明是大白天 如今却变成了黑沉沉的夜晚 仿佛无边的浓墨 重重的涂抹在天际 连半点星星的微光也没有 烟雾缭绕 阴风阵阵 整个墓地这时是一片沉寂 止寒 在这种地方有什么要忌讳的 我向毛止寒问道 毛止寒 尽量不要跟墓碑的照片对望太久 不要乱说话 要对仙人尊敬 哦 明白 那咱们按止寒说的做吧 尽量在二十分钟内 记下多些名字和照片 说吧 我们宿舍四人排成一列 开始在众多墓碑之间穿梭 夜童带头 我店后 王强 李兆明 张通达 王小丽 因是临时过来上课 我们四人都没带笔记本 只能用脑子去寄墓碑上的信息 走着走着 我感觉到身后的毛止寒 抓得我很紧 且有些微微颤抖 止寒 怎么了 我问 毛止寒 对着我笑 好运 好害怕 我往四周看了一看 那些照片里的人 确实很诡异 随即我的耳边 还想起了一阵阵笑声 弄得我有些头晕 赵雅师 怕什么 你是毛家的传人 就算是怕 都是那些鬼怕你 夜童 就是 何况有我们在 血我怕 鬼我才不怕 他们若敢来 我绝对不客气 夜童还耍了几招永春拳 颇有气势 我 他们说的对 止寒 你要克服内心对鬼的恐惧 被我们这么一说 毛止寒也淡定了些 然而话音刚落 这时带头的夜童 却停住了脚步 怎么了 我问 夜童指着前方说道 你们 你们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人跳 此时 不远的前方 正有一身黑衣的阿婆 正坐在墓碑过道的中间 她背对着我们 拿着梳子 正对着一面镜子梳头 她是人还是 夜童问 赵雅师 这是目的 她又不是学生 你说呢 毛止寒 那 那现在到底怎么办 要不 要不咱们往后退吧 说的对 尽量不要与她碰撞 可我刚一回头 顿时吓得大惊失色 刚才跟在我们后方的两名学生 此时被几只恶鬼抓住了 更恐怖的是 恶鬼正用锋利的牙齿 啃着那两名学生的脑袋 怎么会这样 那些鬼魂 能随意袭击学生吗 难道他们俩违规了 还是说这些只是幻觉 或许见我不说话 毛止寒正要向我回头问道 我一把打住了他 不要回头 毛止寒 曾 怎么了 听我的 反正千万不能回头 我们走快点 过去吧 带头的叶童 似乎也意识到不妥 于是夹紧脚步往前走 我三人紧跟着 片刻后 我们终于到了 那个黑衣阿婆的前边 因为阿婆挡在正中央 我们要过去 必须一个一个地绕过她过去 叶童伸手敏捷 她一下便走了过去 阿婆继续在梳头 并无异常 第二个是赵雅师 虽然她动作不利索 但也过去了 第三个是毛止寒 我知道她最怕鬼 我跟她说 过去的时候闭上眼睛 什么都不要管 这招果然有效 最难搞的她也顺利过去了 最后轮到我 但奇怪的是 这时一阵浓雾不知 从哪里冒出 煞石把眼前的路给笼罩着 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 止寒 赵雅师 叶童 我喊着 过来啊 好运 你快过来 是毛止寒的声音 我深吸了一口气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跨步往前走去 然而下一秒 一只手突然从后 抓住了我的右臂 一股冰冷刺骨之感 顿时蔓延全身 你撞到我了 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 我没有回头 哆嗦道 对 对不起 阿婆 我不是故意的 阿婆 你道歉怎么都不看人啊 没礼貌 我 我 虽然我有些害怕 但我心里知道 要是过不了这关 我们就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寄木碑的信息了 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我们 我鼓起勇气 睁开了双眼 可正当我要对阿婆道歉时 我被眼前的景象 吓得魂飞魄散 阿婆的样子 竟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她对着我冷笑一声 怎么 难道你不知道 自己已经死了吗 什么 我死了 她在胡说什么 阿婆 不信 你往那墓碑看看吧 我往左边一看 只见旁边的那个墓碑上 写着好运之木 而在墓碑的上方 还贴着一张照片 但因为距离有些远 照片中的人的模样 未能看清楚 阿婆 过去吧 过去看清楚吧 我不信我自己已经死了 我必须弄清楚 我一步一步的 向那墓碑靠近 我看清楚了 照片里的人不是我 可就此时 眼前的墓碑往下一塌 随之变成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去死吧 话音刚落 我感到身后有人用力推我一把 我整个人顿时往前扑去 糟糕 危急之际 一只手将我及时拉了回来 我睁开眼一看 拉我的人是赵雅师 紧接着 毛指寒用剑指在我的额头上 笔划了几下 念叨 急急如律令 散 一道黑气 从我额头中飞走 随之 我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到底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环顾四周 刚才那个阿婆不见了 后面那些啃人的恶鬼也不见了 四周还是寂静一片的目的 毛指寒 刚才走着走着 我发现你没了声音 我回头一看 你竟然自己往下面的那个窟窿走去 好像想跳下去似的 吓死我了 叶童 还好赵雅师反应迅速 一手把你拉住 不然你估计没命了 我想起了 先前毛指寒说 墓碑照片上的人 好像在对他笑 那时我往那些照片上看了看 接着就听到一些奇怪的笑声 接着 我的头感到一片炫韵 是那些灵魂让我产生了幻觉 他们想让我掉进那个窟窿里 只要掉进去 我就一定不能完成课堂任务 实在太狡猾 赵雅师一笑 一人一局 咱俩搬平了吧 姐妹 姐妹 是的 我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他们三个姐妹 想到这里 我的心就像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满血复活 十 我们四人一边往前走 一边记忆着那些墓碑上面的信息 这样不是办法 不如我们用手机把这些墓碑给拍下来吧 叶同道 赵雅师 好主意 这样咱们能省下很多时间 他们二人掏出了手机 准备动手 手机 不对 我连忙阻止了他们 我 教学楼规则第五条 上课期间不能用手机拍照 他们还未来得及反应 此时前方便传来一阵惨叫声 啊 我们目光一移 但见前方有两个灵魂 正从墓碑处飞出来 进而冲进了两名学生的体内 紧接着 那两名学生就像疯了一样 竟然互相撕咬起来 鲜血飞溅 惨叫声不绝 上课期间不能用手机拍照 你们两个违规了 是那个成天叶的声音 原来他一直在监视着所有人 叶同与赵雅师回头看着我 吓得面如土色 叶同 好运 幸亏你记得那些规则 不然咱们可救 我 放心吧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那些规则得逞的 毛指寒 只可惜那两个同学就这样没了 赵雅师 姐妹们 当心点吧 为了保命 咱们还得抓紧时间呢 说吧 我们也只好继续前行 但其实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 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四人拼命地去记住墓碑上的信息 可走着走着 一个墓碑上的信息 却让我停下了脚步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和照片 成天叶 也就是这节课的老师 原来他已经死了 难怪能掌控这里的一切 可是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人有熟悉感 疑惑之际 毛指寒拉了我一下 道 好运 赵雅师他 我视线一转 这时的赵雅师正站在前方的一块墓碑前哭泣 我过去一看 只见那墓碑上贴着的照片 是一个年约二十的女子 看着有些脸熟 墓碑写着爱女赵雅男几个字 你怎么了 我向赵雅师问道 他哽咽了一下 道 她是我姐姐 此话一出 我们三人都互相对望着 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赵雅师 可是我姐姐明明不是葬在这里的 怎么会 正当疑惑之际 一个广播声音响起 时间快到了 所有同学迅速回到原点 雅师 该走了 否则就麻烦了 我说 赵雅师看着墓碑上的照片 依依不舍 姐姐 请你保佑我们 言毕 我们四人便立即沿路返回 可就位之时 我们发现归来的学生人数 居然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同学们 准备好了吗 提问正式开始了 那老师右手一挥 随之在天空上出现了一张人面罩 有谁知道 这个人墓碑上的名字叫什么 他问 潘伟洞 我记得 是第三排第十八个墓碑 可我念头刚下 前方的一名男生 胸有成竹地喊道 潘伟洞 他叫潘伟洞 糟了 他 答对了 这位同学的记性真好 只可惜你违规了 那老师尖笑道 违规 赵雅师三人 不禁看向了我 我 教学楼规则第六条 回答问题时 必须先举手 可那个姓程的家伙是故意的 在提问之前 他并没有让同学们先举手 我话音刚落 只见有好几个灵魂 突然从那四周的墓碑飞出 进而冲进了那名男生的体内 随之 那名男生手脚不受控地 朝自己的脖子掐了过去 啊 救 救命 太过分了 这时叶童想动身过去救他 但被一旁的毛指寒拉着 毛指寒 没用的 那人已经被灵魂夺赦 就算你过去了 也没办法将那些灵魂 从他体内拉出来 叶童 可恶 虽然我也很愤怒 很想过去帮那个男生 但毛指寒说的对 目前的我们 根本无能为力 我可以做的是 尽量不让自己宿舍四人违规 于是我趁着这个时间 把教学楼规则 快速地在脑中过了一遍 同学们 第二个问题开始了 这时 成天叶右手一挥 天空中再次浮现了一张照片 但这次他没有提问 而是直接点了坐在我们后面的一位女生回答 幸亏那女生没有忘记规则 他在回答前先举了手 他 他叫梁勇 他似乎忘了最后一个字 梁勇斌 他一旁的女同学 细声地提醒道 糟了 我念头刚落 那成天叶兴奋地狂笑起来 违规了 违规了 哈哈哈哈 教学楼规则第七条 不能把答案说给其他同学听 可我知道 一切都太迟了 果然 接下来那名暗中说话的女生 被一堆灵魂给抓了出来 但这次不是夺赦 而是要为她吃掉一大盘香烛 这时 在场的人再次发出一阵惊叫 而我选择闭上双眼 一方面是我不忍指示那名女生痛苦地死去 另一方面 是我需要冷静地思考 我记得表姐关心曾经说过 只要有规则 就一定有漏洞 我必须尽快找出这些漏洞 带姐妹们离开这个角色 片刻之后 周围变得寂静 而我也睁开了双眼 第三个问题来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天空上再次出现了一张照片 这次我主动请阴 先举手 这个人的名字叫邓辉 可我话音刚落 成天叶却见你一笑 问题是答对了 可是你违规了 哈哈 我没有违规 我冷静地说道 成天叶 教学楼规则第六条 回答问题时必须先举手 你刚才回答前没有先举手 还敢狡辩 接受惩罚吧 我还未回应 这时一旁的赵雅师突然站了起来 怒吼道 谁敢动我姐妹一根汗毛 我就跟她拼了 最多一起魂飞魄散 没想到关键时刻 赵雅师竟然第一个挺身护我 横竖都是死 今日咱们姐妹就跟这些妖魔鬼怪 同归于尽 我是毛家的传人 我看谁敢乱动 这边叶童摆好了永春的工架 那边的毛指寒准备要滴血画幅 似乎要殊死一拼 岂有此理 犯规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必须接受 然而成天叶的话被我打断了 根据教学楼规则第六条 回答问题时必须先举手 可是规则里没有说先举手 一定要是动作 我刚才在回答的最前面 早已加了先举手三个字 所以并不算违规 此话一出 赵雅师三人瞪大双眼地看着我 而成天叶勃然大怒 你胡说 你明明是违规了 违规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我连忙说道 对的 违规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但我没违规 如果你现在强行惩罚我 那么违规的人就是你 我双目圆睁 振振有词 你 你 那老是不停地挥动双手 企图让坟场的灵魂出来惩罚我 但周围却没有一点动静 果然如此 我猜对了 被我如此挑衅 那成天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这时 天空上换了一张照片 随之一张熟悉的脸孔 顿时呈现眼前 此刻 赵雅师看向了我 我也知道 这是他姐姐 我点了点头 示意让他去举手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那姓程的家伙 居然没有让赵雅师来回答 反而点了毛指寒的名字 我知道这家伙是故意的 毛指寒先举手了 接着站了起来 他叫 他叫 他看向了我 脸上有些胆怯 我微微一笑 接着打开手机 在记事本上写了赵雅南三个字 他叫赵雅南 毛指寒回答道 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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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楼规则第七条 不能把答案说给其他同学听 那成天叶疯狂地对着我怒吼 有了刚才的验证 这次我更加淡定 我摇头一笑 规则提到 不能把答案说给其他同学听 可我没有把答案说出来 我只是在自己手机上写东西 而他也没有听到所谓的答案 他只是看了一下我的手机 我们并没有违规 我不管 来呀 把那女的给我弄死 任凭那姓诚的如何挥手 如何怒吼 周围的灵魂没有半点反应 果然 那些灵魂只听命于规则 这时赵雅师三人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如此一来 即使成天叶再愤怒 他也奈何不了我们 而且 现在距离下课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念头刚落 一阵铃声响起 下课了吗 下课了 姐妹们快跑 赵雅师喊道 可他还未动身 只见有坐在第一排的四名学生 向教室门口的方向冲了过去 我看了一下手表 糟糕 别 我本想喊住他们 但根本来不及 随着教室一开 他们四人顿时掉了出去 原来此时在教室的门外 并不是走廊 而是刚才在电梯里看到的那个血池 那几名学生在里头 被那些丧尸疯狂地撕咬着 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啊 啊 赵雅师回头看着我时 大惊失色 这时成天夜又尖笑道 呵呵呵呵 规则第九条 下课铃声响起 才能离开教室 除非老师允许提前下课 我 我懂了 下课时间根本还没到 刚才的那个铃声 并不是真正的下课铃声 是一个幌子 目的就是为了欺骗咱们 可恶的老狐狸 夜童 我真他妈的想冲出去打他 毛指寒 夜童 你是打不到他 他是鬼 除非 毛指寒话没说完 那成天夜又说 你们以为能活着离开这个教室吗 别妄想了 老师告诉你们吧 根据规则第八条 道点时老师可以有一次延长下课时间的机会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无限延长下课时间 就算下课了 根据规则第十条 老师有权点名把同学留下 所以你们今日是必死无疑了 哈哈 他仰天一笑 面目猙獰 必死无疑 那可未必 这时我看了看手表 时间已是44分50秒 根据规则第八条 一节课的时间为三课钟 也就是45分钟 十 九 八 赵雅师 好运 你数什么 我没有回答 我必须集中精神 把那个主动拳给抢过来 四 三 二 一 叮铃铃 叮铃铃 真正的下课铃声响起 当成天叶要开口说话之际 我抢先一步 我立即站了起来 大喊道 同学们 我是你们的老师好运 新的一节课现在开始 此话一出 众人不约而同地看着我 而成天叶更是瞪大了双眼 果不其然 随着我话音刚落 教室的门顿时自行关上 见此 赵雅师恍然大悟道 我懂了 好运这是把课堂上 作为老师的主动权 给抢了过来 你这个混蛋 成天叶怒吼着 这位同学 请问你是想杀了我吗 我问 成天叶 我现在就娶你狗命 话音刚落 他竟然向我飞过来 可是我一点都不紧张 反而嘴角一扬 成天叶 你违规了 这时刷的一声 有十多个灵魂 顿时从墓碑里闪了出来 并向成天叶飞了过去 随即是灵魂之间的激烈打斗 虽然论单人 哦不 应该是单鬼 虽然论单鬼的实力 成天叶还是蛮强悍的 可是正所谓 以多摇死相 几个回合下来 成天叶被其他鬼给压住了 你们干嘛 你们该听我的 我没有违规 他依然不服气 我冷笑一声 根据规则第六条 回答问题时必须先举手 这位同学 请问你是想杀了我吗 这就是我身为老师 第一个对你提问的问题 可是你并没有先举手 也没有说先举手 所以各位同学们 你们说他是不是违规 话音刚落 我举起了手 众学生明白我的意思 他们纷纷举起了手 一起喊道 他违规了 违规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这时候我缓缓地 走到那成天叶面前 其实这件课室 还有一个隐藏的规则 那就是在上课之前 谁先说自己是老师 那他就能主宰这一节课 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你 说了这么一句话 没错吧 成天叶一脸震惊 你 我怒视着他 道 在我心目中 老师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 作为一名老师 必须要有一颗宽容善良的心 而你 竟然用各种规则 残杀我们的同学 你根本不配当老师 可恶 可恶 他依然试图挣扎 我回头对余下的学生说 现在我以老师的身份 允许提前下课 同学们 走吧 命令一出 教室的门自行打开 学生们迅速离开教室 但事情还没完 毛指寒 好运 这姓城的本来已经是鬼 他死不了的 千万不能让他离开这里 我嘴角一撇 当然 我一早想好了 我把脸凑到成天叶的前方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害死了我们这么多同学 今日你该尝尝恶报了 根据规则的最后一条 即使下课了 老师有权点名把同学留下 那么成天叶同学 你就乖乖的留在这个教室吧 直到永远 可恶 我一定会报仇的 我一定 啊 咔的一声 随着教室门关上 里头是一阵惨叫声 因为这间课室不会下课 所以以后不会再有人来上课 而成天叶会一直在里面 受到永无尽头的痛苦 虽然我们成功破了这一局 但我知道这个游戏还未结束 幸好的是 在接下来的几节课中 都是正常的教师 正常的老师 因此我们四人也稍微的松了一口气 经过上午教学楼的大战后 我们四人的肚子早已饿得打鼓 终于到了午饭时间 然而 在踏进饭堂门口之际 我让他们停住了脚步 我记得表姐关心提过 她那时在饭堂时 遇到的各种奇怪规则 可奇怪的是 等了好一阵子 我们的手机都没收到任何规则信息 这时恰好有几名学生 从饭堂里打包出来 我连忙问道 同学里头正常吗 其中一个男生说 你说那些奇怪的规则 放心吧 没事 我们都吃饱了 我有些半信半疑 我怀疑他们不是人 但一旁的毛指寒细语道 他们有影子的 应该不是鬼 而且我那珍珠没有异常 我们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一看手表 你是11点55分了 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 于是我们终于踏进了饭堂 只见饭堂里头装修很奇怪 用餐的桌椅是放在一块山板上的 每只山板只能坐四个人 而更奇怪的是 那些饭堂员工都是脸色惨白 手上脸上都有种湿漉漉的感觉 赵雅师 好运别看了 我都快饿死了 毛指寒 太好了 有我最喜欢的咖喱鱼蛋 还是特价 一看 只见墙上的小黑板 写着今日特价菜式 港式咖喱鱼蛋 5元20例 柠檬酸辣五股凤爪 5元两大碗 招牌螺丝粉 10元两大碗 限量供应 先到先得 售完极致 这个价钱这个量 确实非常吸引人 而其他菜式的价格 则相对贵很多 因此 很多学生都选择了特价菜式 毛指寒与夜童也不例外 赵雅师则拉着我 说要请我吃贵的八餐 其实吃啥 我倒是无所谓 能安稳地吃完这顿饭就好 可当我们拿完餐 刚坐下之际 我口袋里的手机 却震动了一下 饭堂规则 1.饭堂中午的 用餐时间为12点至下午1点 晚上是7点到8点 2.打了饭堂特价菜的同学 用餐时间需减少一半 3.在饭堂打的所有饭菜 必须吃完 不能倒掉 不能带走 4.用餐时间内 没能吃完饭菜的同学 必须留下来清洁饭堂 5如玉饭堂自动门坏了 请等待修理不能破坏 混蛋 等我们打完所有菜做了下来 才给咱们发规则 这摆明是个圈套 夜童弄骂道 毛指寒 可是刚才咱们进来之前 不是有其他学生吃完离开了吗 他们也都没事啊 我 如果我没猜 他们是打包走 而不是在饭堂吃 再者 那时还未到中午12点 也就是说 规则还未开始 夜童 真他妈阴险 要是让我知道 是谁搞出这些规则 这时赵雅师突然打断道 姐妹们 你们看 有些不妥 话音刚落 我们看到脚下的地砖 竟然像波浪一样 开始摇动起来 接下来的一幕 简直是难以置信 眨眼间 饭堂的大厅 我们所有人正泛舟糊上 怎么 怎么这样 赵雅师一脸惊讶 夜童 客室变成坟场 我们都经历过了 大家不用怕 我没有说话 低头看着信息里的规则 我知道 他们很快会消失 因此我必须先记下来 并尽快找出其漏洞 可毛指寒突然紧张起来 我项链的珍珠变成了灰色 水下一定有不妥 姐妹们小心 话音刚落 一阵尖叫声响起 只见好几个人头余身的怪物 从水下浮了上来 并伸手去抓山板上的同学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让整个饭堂里的人都变得恐慌 好运 怎么办 赵雅师问 我依然没有说话 毛指寒 小心 那些水怪要过来了 夜童 拿船奖对付他们 夜童一手拿起船奖 一马当仙 原以为他只会咏春拳 但没想到 耍起武器如此厉害 几下横扫千军 几招排山倒海 砰砰砰几声 四五只水怪 煞时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赵雅师也拿起船奖 学着夜童一般击打起来 一个手前 一个店后 就连毛指寒 也用自家的道法 守护船的两边 可奇怪的是 那些水怪 却是越来越多 而其他的山板上 也有不少的学生 被水怪给拉下了水 毛指寒 好运 你快想办法呀 这时我两眼一睁 我终于明白 这个饭堂的规则 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们先别顾着打 先找人来吃饭 我说 什么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还吃饭 赵雅师道 那些水怪的目的 其实就是 我还没把话说完 忽然之间 哗啦一声 我被一道力扯进了水里 我一看 是一只水怪 它趁着我们说话的时候 向我实施地偷袭 但其实我不会游泳 在水下 我拼命地挣扎 试图向那水怪发起攻击 但在水里 压根什么力都使不出 那水怪掐着我的脖子 没一会儿 我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 我不是怕死 只是遗憾 未能带领姐妹们脱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越来越辛苦 我闭上了双眼 我可能真的要死了 可就此刻 我感到前方有一道光 向我靠近 我睁开双眼一看 是他们三个 带头那个是赵雅师 这时的他拿着手机 并把闪光灯打开 我记得他那手机 是有防水功能的 本以为他们三个 会与那水怪展开一场恶斗 可是赵雅师他们还未靠近 那水怪竟然放了我 并且迅速地游走 可奇怪的是 在水里的 我居然感觉自己还能呼吸 好运 醒醒 醒醒 夜童一巴掌一巴掌地 向我打来 我 我没 话还未说出来 又中了这高手的一巴掌 我想说的是 水没把我淹死 夜童可先把我打死了 不过我真心感激他们 没有他们 恐怕我是必死无疑 水怪越来越多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估计都得被他们 拉下去淹死 赵雅师道 我 那倒未必 赵雅师 好运 别卖关子了 有话快说 我 虽然我不知道 这些水怪从哪里来 但我认为 这里的湖泊 水 是幻觉 幻觉 这话怎么说 夜童问 我 因为刚才在水下 我发现自己竟然能呼吸 之前呼吸困难 是因为被那水怪掐住脖子 试问人又怎能在水里呼吸 除非 毛指寒 除非是幻觉 夜童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幻觉吗 我摇头道 那倒不是 只有真真假假 才能让人难以逃脱 赵雅师 那现在 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我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拖延我们 让我们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把饭吃完 并离开饭堂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吃饭 随后 我们四人分好了岗位 因为夜童跟毛指寒 打了那些特价菜式 因此原本一个小时的用餐时间 会缩短一半 所以他们必须先吃 我与赵雅师 则负责当他们的保安 仅刚才我在水下看到了一切 我认为那些水怪应该很怕光 于是我与赵雅师 各自打开手机的闪光灯 一前一后地进行守护 果不其然 水怪虽多 但他们却不敢靠近 而夜童跟毛指寒 开启了狼吞虎咽模式 可吃着吃着 夜童却突然停了下来 只见他揉了揉双眼 随之是一脸惊恐 毛指寒 你怎么了 夜童浑身颤抖 这 这 啊 夜童发出一声尖叫 我回头一看 顿时一惊 因为那些特价菜式 竟然变了模样 咖喱鱼蛋变成了一颗颗眼珠 凤爪变成了一只只血淋淋的手 而螺蛳粉则成了一大搓头发 糟了 夜童他有孔穴症 我 雅师你顶着 我去帮夜童 但那些水怪 似乎听懂了我的话 此时却是一窝蜂地 向我们的山板围过来 不行啊 我一人顾不了前后呀 赵雅师喊道 我大喊道 夜童 那只是幻觉 不是真的 可夜童依然浑身颤抖 脸色发青 我看了看手表 时间已是12点27分了 根据规则 夜童与毛指寒 必须在余下的三分钟内 吃完特价菜 可是 危急之际 毛指寒突然喊道 好运 雅师 你们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话音刚落 只见他把穿着的那件 长袖给脱了下来 接着迅速绑住夜童的双眼 夜童 那些都是幻觉来的 现在你眼前什么都没有 你得挺住 你一定行的 毛指寒紧紧地抓着夜童那颤抖的手 这时的夜童 深吸了几口气 好 我行的 为了姐妹们 我一定行 没想到 胆小怕鬼的毛指寒 此时竟然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而夜童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他再次动起筷子 把碗里的东西 一股劲地往嘴里送 终于 那些坑人的特价菜 被他们全部干掉 时间是11点29分 快 换岗 接下来 轮到我与赵雅师吃饭 因为我们的餐并没有特价菜 所以不用多久 饭菜就被我们一扫而空 奇怪的是 我们四人一吃完 眼前的景象便开始转换 原本的湖泊 水怪也慢慢的消失不见 而其他学生 还在那山板疯狂地 吃着叫喊着 但其实下面都是平地 果然 那些都是幻觉 时间已是12点52分 好了 总算安全过关了 赵雅师松了一口气 不 还有一关 我指着饭堂出口那道门 只见这时的电动门 正在快速地自行左右开关 叶童 这怕什么 让我一脚把他给踹破吧 我一手拉着叶童 饭堂规则第五条 如遇饭堂自动门坏了 等待修理不能破坏 你要是破坏 就是违规 叶童 有这条吗 靠 我 现在距离下午一点 还有八分钟 咱们不急 先 我话还未讲完 有两名男生 朝门的方向直冲而去 信我 只要速度够快 一定能冲过去 对 我才不要坐以待毙 同学 别 我本来想阻止他们 但他们 跑得实在太快了 根本拦不住 然而 正当我们以为 他们能成功冲出去之际 那道自动门 不但突然加速 在门框的边缘 还伸出几条锋利的铁纸 啊 啊 两声惨叫 眨眼间 那两名男生 被几根铁枝插穿了身体 鲜血四溅 继而是当场死亡 此怒 众人皆惊 随后 饭堂的工作人员 将那两名学生的尸体 直接突入后厨 毛指寒 不是吧 那咱们刚才吃的那些食物 会不会是 赵雅师 现在先别管那些了 目前最重要的是出去 夜童 可是那自动门速度太快了 还有铁枝 而且又不能破坏 这可怎么办呀 12345 叹叹叹 12 咔咔 12345 咔咔咔 12 咔咔 赵雅师 好运 你在数什么 我 我数了一下 那门在没人的状态下 是每五秒关三下 12345 咔咔咔 但当有人靠近闯关时 他就立即加快速度 两秒内关两下 12 咔咔 听此 赵雅师先是数了五秒 接着拿了一双筷子 朝门的方向扔过去 果然 门在两秒内突然加速 并将筷子加断 夜童 太阴险了吧 还好刚才咱们没有冲 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现在已经是12点55分了 一点钱出不去的话 咱们就会被判为规 我 有规则就一定有漏洞 这道门也一定不例外 第一段是五秒三下 第二段是两秒两下 我聚精会神地盯着那道门 因为我知道 姐妹们的命此刻都在我的手上 我必须将它们带出去 究竟漏洞在这两个时间段的哪一段 可越是如此 我的呼吸越是急促 脑子里越是想不出办法 或许是赵雅师看到我非常紧张 他说道 姐妹们 咱们一起想漏洞吧 一人计短 二人计长 不能总让好运一个人面对 一夜同好 咱们一起想 毛指寒 虽然我脑子不好用 但好运你放心 最多我陪你一起死 我晕 咱们现在想办法 就是为了不用死 这毛指寒真的是 不过听到这些 我内心还是感觉暖暖的 我一定要将它们活着带出去 一定要 就在此时 饭堂的广播突然响起 同学们 因技术问题 饭堂的时钟刚才停顿了一下 现在恢复正常 用餐时间以饭堂的时钟为准 广播一出 我们抬头一看 顿时大吃一惊 时钟显示的时间 竟然是12点57分 比我们的手机要快了两分钟 靠 怎么能这样 这摆明是作弊呀 赵雅师怒骂道 随之饭堂里是一片谩骂声 还有些学生直接急哭了 然而此刻的我却笑了 因为刚才那段广播提醒了我 我又拿了两双筷子 朝门的方向扔了过去 第一双是跟之前测试的一样 目的是让门运行第一次加速 第二双筷子 则是在第二次加速后扔过去的 而此时的筷子却成功扔出了门外 好运 你找到漏洞了 叶童问 我点头道 漏洞就是停顿 停顿 啥意思 他问 我 我之前只把注意力 集中在那道门的前面两段时间里 但却忽略了 第一次加速后门的状态会是怎样 赵雅师 哎呀 我的姑奶奶 都什么时候了 别卖关子了好不 我 就是说 门在第一次加速后 不能马上再进行第二次加速 这里有一段停顿的时间 刚才我数过有两秒 所以第二双筷子 才能成功被扔出去 毛指寒 原来如此 那我懂了 这门其实是在跟咱们玩心理战 通常一次闯关失败 见到有人训建当场 那么后面的人多数不会再尝试第二次 因此 不会有人去 注意到门第一次加速后会出现停顿的问题 我点头 正是 只要我们一个一个的冲出去 两秒时间应该足够 你们信我吗 信 他们三人不约而同的说出这句话 接下来 我们终于要闯关了 为了增强他们的信心 这次我打头阵 12345 咔咔咔 我筷子一扔 门瞬间加速 12 咔咔 此刻 我看准停顿的空隙 一下子跳了过去 初高中时 我的跳远成绩一向不错 因此 我是信心十足 果然 我成功了 毫发无损 有了我的成功 叶童与毛指寒也是一下便跳了过去 安然无恙 最后只剩下赵雅师了 可此时我发现赵雅师却有些犹豫 我 雅师 快跳 没时间了 时间已是12点59分 赵雅师有些颤抖 我 我的脚 对了 我记起了赵雅师的脚受伤 我 雅师 忘记伤痛 你可以的 相信自己 赵雅师 不 不是 其实我的脚 毛指寒 快呀雅师 时间只剩下20秒了 我 赵雅师浑身颤抖 这时我掏出手机 打开摄像头对着他 喊道 赵雅师 你再不跳我就把你的怂样拍下来 出去以后我一定到处发 让人笑话你姓赵的是个孬种 赵师雅一听顿时瞪大双眼 你才是孬种 跳就跳 给我闪开 果然 这激将法管用 但时间只剩下十几秒 赵雅师深吸一口气 一下将筷子扔过去 接着带门加速后停顿时 他一股作气往前一跳 可我一看 不对劲 赵雅师跳的时候只是一只脚发力 这样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 雅师 情急之下 我一手抓着赵雅师的手 猛地往外一拉 糟糕 虽然我拉了他一把 但力度不够 这时门框的锋利的铁枝 马上要插向赵雅师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股强劲的力从后 猛然拉了我一把 是叶童 给我出来吧 他一声大喝 我放心了 有叶童出手 我们一定能把赵雅师拉出来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让我们心胆剧烈 只听咔嚓一声 铁枝竟然一下插穿了 赵雅师的左小腿 由于门是自动的 而且还插穿了他的小腿 现在那门马上要再次加速了 雅师 毛指寒急忙上前 打算去救赵雅师 别动 可是此刻的赵雅师 却做了一番 让我们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操作 他迅速往自己的左脚膝盖位置 熟练地按了一下 随即咔的一声 他的脚居然瞬间断成了两节 而他也成功从饭堂的门中出来了 见此 我们三人是满脸惊讶 雅师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可他似乎没有半点痛苦的表情 并嘴角一扬 放心吧 我这脚是甲只 原来是甲只 难怪先前他走路总是比我们慢一些 在跳饭堂的门时也犹豫不决 现在终于知道答案了 雅师 你这脚是天生的还是 叶童问 赵雅师顿了顿 道 是小时候的一场火灾造成的 好了 不提这些了 反正咱们能逃出就行 我这甲只宿舍还有两个 没事的 火灾 原来赵雅师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经历了教学楼与饭堂两大战场 我们四人回到宿舍后 累得直接睡着了 醒来时已到晚上的十一点 此时 宿舍楼里陆续传来惨叫声 有的因为吃肉被宿管处罚 有的是因为对着镜子梳头 而被恶灵缠身 反正是惨叫声不绝 不过有了昨晚宿舍的经验 我们不再害怕 但也不敢松懈 可这时毛指寒突然从床上走了下来 脸色发青 疑问之下 原来他肚子在闹 或许是今天饭堂的食物导致的 可根据规则 晚上十一点后 宿舍的厕所不能用 因此我只好陪他去篮球场旁边的那个厕所方便 而赵雅师与叶童则留守宿舍 才十一点多 晚上的叫道静得如死记一般 阳风吹过 夹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犹如鬼哭 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未免节外生枝 我拉着毛指寒快步行走 然而走了一段路程 忽然大风一吹 一阵奇怪的味道骤然而至 我记得有人曾经讲过 如果恶灵出现 会伴随一阵怪味 我深吸一口 简直臭的想吐 我停下脚步 环顾四周 道 指寒 你闻到吗 有股恶臭 你那珍珠变了什么颜色 我高度紧张 毛指寒 没 没有呀 怎么会 我明明闻到一阵恶臭 一定有恶灵在附近 小心对方偷袭 我说 毛指寒 对不起 其实 其实刚才是我没忍住 放了几个屁 所以 我瞪大双眼 靠 你早说吗 我还吸了 等你上完厕所 再给你算账 话说如此 但这么一闹 原本诡异的气氛 也是缓解了不少 片刻之后 根据指示牌 我们终于来到了篮球场旁边的公厕 这个公厕位于篮球场的后面 由于周围种满了柳树 街灯被长长的柳条遮挡着 环境格外浑暗 走近一看 只见厕所外面挂了一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公厕规则 一 使用厕所时要保持安静 二 厕所一共有三个隔间 有一个隔间不能用 三 不能刷掉告示牌上的字 他妈的 连公厕都设置规则 看来饭堂那些不干净的食物是故意的 好与宿舍里面过了11点后 不能用厕所的规则 配合一起来坑学生 好运 真的要去这间吗 好像很恐怖 毛指寒哆嗦着 我估计其他的公厕都是一样 只要不违规应该没事的 何况咱们都经历过教学楼跟饭堂了 这里应该是小菜一碟 没事的 或许是真忍不住了 还未等我说完 毛指寒冲了进去 厕所吗 里头或许有蟑螂 我最怕蟑螂了 所以我选择在公厕外等他 趁着这个时间 我在研究这告示牌上的那三条规则 可片刻之后 里头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声 啊 救命啊 糟糕 情势危急 不容我多想 我直接冲了进去 公厕里有三个间隔 此时三个都关上了门 指寒 你在哪 我喊道 好运 最后那个隔间 我冲过去把门一开 煞食一惊 随之全身的鸡皮疙瘩全部起来 只见那蹲侧里 竟然有一个张开嘴的人头 正对着我奸笑 而这时毛指寒躲在里头角落里 瑟瑟发抖 指寒 走 我一手拉起毛指寒 转身就冲出去 刚从隔间门出来 我被吓了一跳 此刻有一个长发女鬼 正从厕所的天花板倒掉着 脸孔与我只有咫尺之举 她面容溃烂 没有眼珠 嘴巴就像被火烧焦一样 嘴里还一直冻着 你们违规了 违规了 啊 这一幕把毛指寒吓得魂飞魄散 我不管违不违规 我知道我们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走 我一手推开那个女鬼 拉着毛指寒向门口直奔而去 可当我们快冲出去之际 一道厚实的木门 忽然从上方落下 啪 怎么会这样 我们进来的时候 明明没有这道门的 再说了 公厕门口怎么会有门 开门 开门呀 任凭我怎么踹她 拉她 那门是纹死不动 违规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必须接受惩罚 随之 我听到好几个女生在厕所里响起 回头一看 傻眼了 那三个隔间的门全被打开 紧接着 一个一个长发女鬼 竟然从蹲侧里头爬出来 不好 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 纸晗 你身上有戴符吗 我连忙问道 毛指寒用他颤抖的手 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黄符 我不会吧 只有两张吗 毛指寒 我 我刚才出门急 没 没多拿 这符怎么用 我问 毛指寒 只能护身 虽然如此 目前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我连忙接过两道黄符 挡在了毛指寒跟前 别过来 不然把你们打到魂飞魄散 我一声大喝 话说这些服果然有效 那些烂面女鬼是不敢靠近 然而 正当我以为危机得到缓解时 接下来的一幕 可以直接将我KO 只见那女鬼右手一挥 一大堆黑色的东西 从蹲侧里涌出来 张 蟑螂 鬼 丧尸 吸血鬼 甚至是僵尸 我都不是特别害怕 但蟑螂却是我从小的死穴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吓得连忙抱着一旁的毛指寒 这个操作把他给吓坏了 糟糕了 他怕鬼我怕蟑螂 这次是死定了 在我们要绝望之际 门外传来一阵击打声 好运 毛指寒 是叶童跟赵雅师 我们在里面 救命啊 我拼命呼叫 好运 你们后退 我把门踹开 话音刚落 叶童用脚猛然一踹 虽然那门震动得厉害 但却丝毫无损 告示牌 告示牌 这使得我想起门口有个告示牌 但实在太多蟑螂了 我根本集中不了精神去思考 告示牌 叶童 先别批 这里告示牌上有规则 门外的赵雅师说道 随后 他们二人聚精会神地 看着那三条规则 一 使用厕所时要保持安静 二 厕所一共有三个隔间 有一个隔间不能用 三 不能刷掉告示牌上的字 叶童 好运他们一定是触犯了 前面两条规则 所以被困在了里面 赵雅师想了想到 第一条规则非常明显 好运他们应该不会犯的 而第二条规则提到 三个隔间中有一个不能用 但却没具体指出是哪一个 这是一个陷阱 估计毛指寒在上厕所时 被算计了 可是这第三条 到底有什么用 如果犯了规 那必定会被困在里头 要是外面没人来救 完全是死路一条 可是 赵雅师皱起了眉头 叶童 我感觉第三条规则 好像在提示着我们什么 提示 提示 忽然 赵雅师双目圆睁 随即他立刻用指甲 把另一只手的手指头 给硬生生地刺破 雅师 你这是要干嘛 叶童惊呼道 赵雅师 我要就好运他们 赵雅师用带写的手指头 在告示牌上写字 他在前面两条规则中 加了男生和没这三个字 一男生使用厕所时 要保持安静 二厕所一共有三个隔间 没有一个隔间不能用 神奇的是 赵雅师刚写完 那道木门自行打开了 我跟毛指寒立即冲了出来 但同时那些女鬼和蟑螂 一定冲了出来 蟑螂四散 女鬼依然想袭击我们 你们往后退 看我的 只见叶童从口袋里 拿出几张黄符 迅速往自己的手脚贴上 那是我抽屉里的符 毛指寒惊呼道 赵雅师 我们担心你们的安全 所以把你那些符都带过来了 叶童大喝一声 朝着那几个女鬼动手就打 凤眼拳 柳叶掌 破派手 再加一轮日字充全 配合着毛指寒的黄符 啪啪啪啪几声 几个回合不到 那几个女鬼被叶童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剑危机已经完全解除 我连忙拉着叶童等人离开 这么快走了 我还没打够呢 叶童说 我神情凝重 现在快十二点了 根据宿舍规则最后一条 宿舍大门会在晚上十二点前关闭 任何人不能进出 否则开除学籍 听此 叶童也只好就此作罢 在离开之前 我回头看了看公厕告示牌上最后一条规则 不知为何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暗中帮助我们脱险 回到宿舍后 我们四人都累得摊在床上 沉寂片刻后 我先说 雅师 叶童 今晚谢谢你们 赵雅师 咱都是患难与共的姐妹了 不用谢 只不过 我们就只能这样任由这些烂规则摆布吗 叶童 就是 看着那么多同学被害死 我不甘心 毛指寒 对不起各位 虽然我是毛家的传人 可是我真的很怕 我很想离开这间学校 说着说着 毛指寒哭了 其实我何尝不想早日离开这鬼地方呢 我本来幻想的大学校园是很美好的 可如今仅仅是开学第一日 已经屡次死里逃生 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好 我很想弟弟 也很想家里的小狗旺才和来福 想着想着 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 宿舍再次沉寂下来 不对 这个时候我不应该气馁 表姐关心那时 能带着她的室友逃出生天 我好运也一定可以 我抹去眼泪 道 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 我们要反击 赵雅师 反击 好运 你有什么打算 我 我表姐关心读大学时 也曾经遇到过像我们这样的怪异情况 但她最终还是带着全宿舍的人成功逃脱 她说 不要被那些规则给吓唬住 因为规则一定会有漏洞 就像我们在教学楼 饭堂乃至今晚那公厕时遇到的那样 我们不就是靠着漏洞才逃脱的吗 所以接下来我们必须 必须找出规则的漏洞 他们三人一口同声的说 我点头 但欲速则不达 为防止规则有变 我建议再观察几天 把规则摸透了 再做下一步定夺 好 听你的 他们三人都同意了 因我的记忆力比一般人强 于是我把所有规则都默写出来 并让他们三人背得滚瓜烂熟 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 我们所经历的场所 如宿舍 教学楼 饭堂 还有公厕等的规则 都是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 学生越来越少 但鬼怪却越来越多 在摸透了规则后 我们是逢关过关 黯然无恙 终于 我们决定开始反击了 一日夜晚 我们宿舍召开了会议 我把所有的规则都列出来 道 根据这一个星期来的摸索 我发现这些规则当中 有些表面上似是警告 但实际上却是提示 咱们如何破局的 赵雅诗问 是哪些规则 我 如仪教学楼每层 都有数字标识 务必按照课程表 去正确的楼层上课 二 下课铃声响起 才能离开教室 除非老师允许提前下课 这两条是教学楼的 如三玉饭堂自动能坏了 等待修理不能破坏 这条是饭堂的 四 不能刷掉公告板上的字 这是公册的 五 不要取黑色的钥匙 六宿舍大门 会在晚上十二点前关闭 任何人不能进出 否则开除学籍 最后这两条是宿舍楼的 其中在教学楼 饭堂 还有公册 我们就是靠着这些规则 成功逃脱 余下的就只剩 叶同 只剩下宿舍那两条 我微微点头 毛指寒 我觉得宿舍最后那条规则 有些问题 其他规则中 都没有提及开除学籍一说 而且一旦犯规 基本就没命 或者变成那些鬼怪的同伙 但这里的开除学籍 更像是一种暗示 赵雅师 是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 关于黑色要是那条规则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夜童 暗场里 要是应该就是用来开锁的 可这把锁到底在哪里 我想了想到 难道是那些僵尸 跳往的那个方向 僵尸 好运 你这话什么意思 赵雅师问 我 还记得开学前那晚吗 我们不但遇到了辅导员来查房 在十二点后 还遇到了僵尸 可是当时那些僵尸 却突然往楼梯的方向跳走了 像发现了什么一样 最后 我透过窗户 看到那些僵尸 去往了学校后山的方向 赵雅师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 宿舍的规则 也只有最后那两条 是与十二点有关的 这应该是一种提示 我 如我没猜错 那晚的辅导员 其实并未离开 而是躲在楼梯间 静待时机向我们报复 但那些僵尸发现了他 所以当时僵尸 才突然转去楼梯间的方向 夜童 如此说来 那些僵尸岂不是好的 我 这个星期来 我们只见吸血鬼 丧尸 恶鬼等害人 但僵尸害人 你们有见过吗 他们三人一并摇头 毛指寒 根据那些僵尸的服装 应该是清朝时代的 也就是说 他们在这里的时间 应该是最久的 我 是的 所以我猜那些僵尸 或许能把我们带去 那个游所的地方 赵雅师 那接下来 咱们该怎么做 我 僵尸是在晚上十二点后 才会出现的 但根据宿舍规则 十二点后 我们是不能出宿舍的 否则就是违规 违规了 就有鬼怪会来对付我们 你们猜会是哪些鬼怪 他们三人想了想 赵雅师先说 吸血鬼宿管 夜童 丧尸辅导员 毛指寒 还有洗衣机 与镜子里的恶鬼 以及公厕与饭堂的鬼怪 也有可能会出来阻止我们 我点了点头 所以要出去 首要的是 先除掉宿舍这边的阻碍 赵雅师 哎 好运 你别卖关子了 具体到底该怎么做 我嘴角一扬 你们说 夕阳吸血鬼跟丧尸 究竟谁更厉害呢 呵呵呵 但要进行这个计划 我们需要发挥各自的特长 随即 我把计划说了出来 他们三人一听 顿时拍手称快 最后 为了让他们能有充分的时间准备 我决定把行动的时间定在后晚 一转眼 计划的时间来临 晚上十一点后的宿舍楼 又响起一片凄厉的叫声 但此时的我们 已没有了昔日的恐惧 我们深知 要逃出生天 必须冷静地按计划行事 要打大boss 必须先将小鬼除掉 晚上十一点后 不能用宿舍内的洗衣机 晚上十一点后 不能对着镜子梳头 不开始了 十五分钟内不能停 姐妹们 准备好了吗 我问 准备好了 他们三人坚定地回答 Ready Go 我们按照先前分工 各自站好了位置 叶童负责打开洗衣机的盖子 赵雅师负责往里头放水放衣服 毛指寒负责拿镜子 而我则负责对着镜子梳头 一 二 行动开始 叶童一手将洗衣机的盖打开 紧接着赵雅师迅速打开水龙头 往里头放衣服 而我也立即上前一步 拿着梳子开始梳头 最后 毛指寒把镜子往我的脸前一放 音试前 我们已练习多次 一套动作下来 一气呵成 这时 只听后面的洗衣机 开始发出一些婴儿的喊声 随即 一个大头的绿色怪物丛 洗衣机桶里 缓缓地爬出来 虽然上次已经看过 但这次近距离看 还是感觉很恶心 与此同时 我把正在梳头的手停了下来 果不其然 眼前的镜子绿光一闪 只见一个骷髅头 出现在镜子里头 此刻他手里还拿着一把锋利的铁梳子 你违规 违规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那骷髅头举起铁梳 马上要向我刺来 与此同时 那大头怪鹰 也马上要向赵雅师下手 321 蹲下 我一声令下 我与赵雅师二人立即蹲下 同一时间 毛指寒跟叶童一人拉一个 把我跟赵雅师拉回到宿舍里面 并迅速把阳台门关上 透过门上玻璃 我看见镜子里的骷髅鬼 往前面飞了出来 而洗衣机的大头怪鹰 也张开他的血盆大口 往前咬了过去 啊 随即发生一声高频率的尖叫声 果然 两只恶鬼在空中互相纠缠起来 双方的实力不相伯仲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还以为自己在看哈利波特呢 几个回合下来 两只恶鬼两败俱伤 最后 毛指寒出场 用两个小布袋 把这两只恶鬼往里一收 接着 他把布袋丢进了一个 早已准备好的小火炉里面 啊 两声惨叫 恶鬼随之灰飞烟灭 毛指寒 害死咱们这么多同学 活该你们永不超生 随后 我们宿舍四人站出阳台 双手合十 向对面宿舍楼拘了一个躬 以此来慰藉那些惨死的同学们 这时候我看了一下时间 距离十二点还有半小时 跟我设想的一样 我对赵雅师说 雅师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论化妆我最在行 赵雅师果然厉害 仅仅25分钟 我们四人各自选择的妆容完成了 11点55分 接下来要进行计划的下一步 宿舍规则 晚上11点后 宿舍不能大喊大叫 否则宿管会前来处罚 晚上11点后 宿舍必须熄灯 不能有光 否则宿管会前来处罚 晚上11点后 宿舍不能吃肉 根据我的分析 这三条规则 应该能把那两个大boss给引来 于是 接下来我毫不犹豫地干起来 我们先是把带来学校的零食和饮品都拿出来 当中当然包含肉肠 肉肝等食品 本来我是想把这条排到最后座 但夜童说先让大家吃喝个痛快再干活 这样会事半功倍 想一想也是 这一个星期来我们是战战兢兢 大战在即 必须放开怀抱 我们一边把宿舍的灯打开 一边在宿舍里大声地唱起歌来 几分钟后 我们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是一阵粗暴的敲门声和叫喊声 开门 茶房 你们违规了 开门 我用自拍杆把镜子举起一看 原来是那个丧尸辅导员 来得可真够快的 我不着急 啃了一口鸡爪 笑道 你这个腊粒头又来碰瓷是吧 你压根不是速管 你有什么资格查我们的房 你查毛线啊你 话音刚落 我把一只啃完的鸡爪 从门的窗户上扔了出去 而鸡爪哥也是超水准发灰 他竟然恰好砸到了辅导员那个腊粒头上 宿舍内顿时是一阵哈哈大笑 放肆 我要你们好看 哐哐 虽然力度很大 但我们这边也有高手顶着 叶童扎起马步 腰马一沉 双手一推 门被他稳稳地顶住 之前知道叶童咏春泉不错 但没想到他的马步居然稳如泰山 可恶 开门 我要杀了你们 门外的辅导员被气得发出声声怒吼 叶童 哼 你能进的这道门再说吧 老俯师 正当我们以为能完全顶住这辅导员之时 突然之间 咔的一声巨响 只见那辅导员竟然用手掌插穿了木门 他是丧尸 他根本不怕痛 幸亏叶童反应快 一个侧身闪开了 不然他也会被对方所伤 可如此一来 对方便有机可乘 果然 那辅导员发出猛烈一撞 砰的一声 虽然门被他撞开了一丝缝隙 但幸亏叶童反应敏捷 他一个转身 一招横扫千军 把早已准备好的牧人庄一撞 那牧人庄煞时顶在了门口 高手出招 果然非同反响 可恶 开门 开门 辅导员依然疯狂着 就在此时 毛指寒拉了我一下 示意我看他项链上的珍珠 只见那珍珠开始变成了红色 我嘴角一扬 另一个boss终于要来了 话音刚落 一个男女混合的声音 从走廊的另一边传来 违反规则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我抓紧时机大喊一声 宿管 有人冒用你的身份要来查房 他也违规了 随即 我听到了靴子声停了下来 又是你这个行尸走肉 想要侵吞我的地盘吗 门都没有 宿管喊话 辅导员 你这个不男不女的阴阳怪物 只要你不在 以后这里就由我说了算 受死吧 果不其然 他们两个直接开干了 辅导员把墨镜和口罩一脱 露出他丧尸的本来面目 接着朝对方一股劲地冲过来 而那边的宿管双手一挥 一群蝙蝠随他一起发动攻击 我一看 喊道 姐妹们 快看 吸血鬼大战丧尸 他们三人连忙凑了过来 还各自拿出自己的零食 来压住究竟哪个会赢 我晕 他们真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不过 我也没落下 我压他们打成平手 果然 好几个回合下来 那两个怪物打得难分难解 胜负难分 雅师 时间还有多久 我问 赵雅师 还有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十二点到了 随着赵雅师喊话 走廊的另一头 开始响起了同鸣声 毛指寒 来了 来了 终极大boss来了 下一秒 纸含项链上的珍珠 终于变成了黑色 黑色代表僵尸 这时的我笑了 因为外面正打得 你死我活的丧尸和吸血鬼 马上要大获临头了 而我深信 咱们国产的僵尸老祖宗 绝对不会输给这些进口的怪物 随后 吸血鬼 丧尸和僵尸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 开始时 那吸血鬼与丧尸 还能抵挡一阵子 但随着僵尸们 摆出不同的阵势展开攻击 几个回合下来 他们已被打得遍体鳞伤 节节败退 最后 随着几声淒厉的惨叫 那两只怪物 被僵尸们硬生生的五马分尸 毛指寒说道 快平住呼吸 不然僵尸会发现我们的 我打住了他 道 不 我就要赌这一把 我没有平住呼吸 反而把鼻子贴进了木门 此时 我感觉到僵尸就站在我们的木门外 赵雅师三人盯着我 满脸紧张 其实 我也很是紧张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我们四人松了一口气 只见带头那只僵尸 敲了几下门后 便转身朝着楼梯的方向跳走 我赌赢了 他们跟丧尸和吸血鬼 不是同一路的 姐妹们 动身 早已准备好一切的我们 这时一下 把宿舍门打开 光明正大的走在了宿舍的走廊上 可当我要拐进楼梯之际 一个头颅滚到了我们的跟前 他正是那个还死不了的丧尸辅导员 你们违规了 违规的人必须 正当我要说话之际 一个身影上前 一脚把这个头颅给踢开了 你给我滚 他正是最怕鬼最胆小的毛指寒 他这一霸气的举动 是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我们三人不禁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随后 我们来到了宿舍楼的入口处 我打开了那一排柜子中的第一个格子 把那条黑色的钥匙取了出来 接着 我们朝后山的方向火速赶去 虽然我们都知道 取了黑色钥匙可能会惹来麻烦 但没想到麻烦来得这么快 刚走到饭堂门口 只见有一大帮身穿制服的员工 从里头走了出来 一看见我们就蜂拥而上 指寒 势手拥有那绝招了 我喊道 行 姐妹们靠过来 话音刚落 毛指寒把事先准备好的四张黄符 往我们三人的后背一贴 包括他自己 紧接着 他很快地念起了一段咒语 悬门打开法令来 毛山祖师显威灵 天兵天将速速道 助我斩妖除魔杖 咒语一出 一道金光闪出从天而降 顿时笼罩着我们四人 虽然毛指寒对道术不精通 但他说过他会两招 一招是写福 第二招就是直接请天兵天将降临 他说 只要我们心中想着某一个神灵 那么天兵天将 就会以他们的模样上捧得深 毛指寒选了他的祖师毛道长 赵雅师选了九天玄女 叶童选了钟葵 而我则选了二郎神 为了让外表更加逼真 事前我让化妆技术高超的赵雅师 替我们画了各自相应的妆容 这样效果能事半功倍 为了逃出生天 我们四人是豁出去了 斩妖除魔 上 一声令下 我们四人在天兵天将的帮助下 各显神通 在群魔之中来回击打 煞时间金光闪动 风卷残骸 魂飞魄散 几轮厮杀后 那些围剿我们的恶灵 几乎被消灭殆尽 但四周却有援军源源不断地赶来 姐妹们 我们目前这个状态 最多只能维持十分钟 所以不要恋战 毛指寒道 我 叶童 走密道 绕过他们 叶童 行 跟我来 叶童带着我们 迅速钻进了吴边湖附近的一条 林一小道里 这条路是我跟叶童发现的 能绕过篮球场的公厕 图书馆 还有教学楼 直达学校的后山 果然 当我们从小道里出来时 刚才的追兵被我们成功摆脱了 终于 我们来到了后山 时间一过 我们身上的天兵天将 也随之归位 现好的是 此时我们看到了那几只僵尸的踪影 我们一路尾随 最终 那几只僵尸在前方停了下来 并回头看着我们 似乎适宜让我们过去 要过去吗 赵雅识问 我 是到如今还怕什么 他们如果要害我们 早在宿舍时已经下手了 我觉得 他们应该有信息 想让我们知道 于是 我们四人便走了过去 走近一看 原来那是一口圆形的大井 而井口却被人用两块木板给封住 木板上的尘土都有几寸厚 似乎很久没有人来过 我们四个互相对望着 深知这个井不寻常 我们决定打开它 但要打开这两块木板 必须先拨出钉子 要拔出钉子 我们得有工具 我环顾四周 不要说拔钉子的工具 就连个消防栓都没有 眼下时间紧迫 拖得越久 对我们越不利 可是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正当我束手无策之际 只听咔嚓一声 赵雅识竟然把他那只甲枝 给拖了下来 好运 咱们用这个吧 应该可以把钉子给拔出来 我一看 那甲枝的安装接口 有一个突出的小圆环 刚好能用来撬动钉子 可如此一来 或许会弄坏赵雅识的甲枝 我 雅识可是这样的话 赵雅识 只要能把咱们姐妹带出去 这算得了什么 再说 我这甲枝用料上成 应该没那么容易坏的 时间紧迫 别啰嗦了 我还未来得及 去把甲枝接过来 这时 后面便传来一阵阵 类似野兽的咆哮声 回头一看 糟糕 一大群恶鬼 此时正向我们这边冲过来 叶童 好运 你们三个赶紧把钉子拔出来 那些怪物我先去顶着 话音刚落 叶童把外套一脱 叶童问毛指寒拿了一些黄服 开始时我以为他只是为了自保 但没想到 他竟然是为了这紧要关头而准备的 今天我就打个痛快 叶童大喝一声 单枪匹马冲进了敌阵里头 叶童有了毛指寒的黄服帮助 打得更加起劲 经过不让须眉 毛指寒 叶童 我 指寒 雅师赶紧拔钉 快 只有成功拔出钉子打开井口 这才是最有效的脱险办法 一 二 三 八 一 二 三 八 我们三人合力 利用甲织的小圆环去撬动钉子 黄天不负有心人 片刻之后 我终于将六颗钉子全部拔出 随着两块木板打开 眼前的一幕让我们大感震惊 只见水井里头闪出一道白光 随之形成了一条隧道 跳下来应该能离开这里 我话音刚落 毛指寒却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不好了 叶童有麻烦 我回头一看 只见叶童贪软在地 因为他的前面正有一只全身血淋淋的恶鬼 糟糕 叶童的孔穴正发作了 我去救他 我转身直冲而去 我绝对不会抛下任何一个同伴 我一股劲地冲进了敌阵 扶起了叶童 可就在此时 毛指寒与赵雅师也一同赶了过来 好运 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难道只有你才是叶童的姐妹啊 你重新装上了假知的赵雅师瞪了我一眼 毛指寒 就是 要走一起走 要死 我要死 也是他们先死 我一声大喝 已做好了殊死一战的准备 此时我们被那些恶鬼重重包围 他们人数众多 先军一发之间 但见几个身影从高处一跃而来 挡在了我们四人的跟前 他们正是刚才带路的那几只僵尸大佬 果不其然 大boss出手便知有没有 虽然恶鬼数目众多 但被僵尸们一阵冲杀 顿时变成了一盘散沙 姐妹们 走 趁此机会 我们四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突出重围 来到了井口前 我们四人互相拉着手 二话不说 闭上双眼 往井里纵身一跃 跳进水井口后 一道白光 瞬间将我们四人卷走 片刻之后 我睁开双眼 发现我们置身于一个院子里头 这时赵雅诗惊呼道 这 这里是我以前的家 我 你以前的家 可是我什么 为什么我同样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话音未落 一个温柔的声音说道 你们终于来了 随之 一个女人从屋里走了出来 姐姐 赵雅诗激动地冲上去抱住了她 因为这个女人 真是她死去的姐姐 雅诗 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姐姐温柔地抚摸着她 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些隐藏着的破局规则 是姐姐你弄的吧 姐姐点头 是的 因为我知道 以小雅你的聪明 一定能发现的 果然 你没有让我失望 听到这个小民 赵雅诗是一脸惊讶 好运她 她是小蕾 什么小蕾 我一脸疑惑 姐姐笑道 是的 她就是小时候跟你一起玩的小蕾 当年也是她救了你 赵雅诗瞪大双眼地看着我 一脸的难以置信 我 说来话长 你们看了就明白了 话音刚落 姐姐右手一挥 随之在天空上 开始出现一幅又一幅的画面 原来在十多年前 我跟赵雅诗居住在同一个村子 我们感情很好 经常在一起玩耍 因为我喜欢花蕾 所以她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小蕾 那时我们无忧无虑 很开心 然而我们的村子 后来被市里的王室集团看上了 对方想拆迁 改建成一所大学 但大多数村民却不想搬走 因此这个表决大会计划未能通过 王室集团的人 多次派人来骚扰村民 打算让他们知难而退 起调村民们非但不怕 还跟他们直接杠上了 多次将他们的人赶走 如此一来 双方开始积下仇怨 为了得到这块肥肉 王室集团的代表 私底下与当时村里的安保主任勾结 让他想办法把村民赶走 说只要事成 会有巨额报酬给他 正所谓有钱使得鬼推磨 他答应了 这个安保主任正是成天叶 可是这是却被当时刚当记者的赵雅南 无意中发现了 并把这一切拍了照片 录了音 赵雅南就是赵雅师的亲姐姐 赵雅南拿着证据 直接去找成天叶 打算借此让他知难而退 而成天叶也当场答应了他 不会帮助王室集团 当时的赵雅南信以为真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村子里却突然起火 巧合的是 不但村里的几个出入口 都被人用重物堵住了 水源更是无故被切断 那晚因父母需要上夜班 因此我如常地去到赵氏姐妹家中过夜 赵雅南姐姐带着我跟赵雅师 四处寻找逃生之路 起料途中一个被火烧着的木棚 突然坍塌 赵雅南姐姐为了救我们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木棚 但木棚实在太重 赵雅师的左脚被压住了 痛得当场晕了过去 虽然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把赵雅师给拉了出来 但回头想去就赵雅南姐姐时 却发现他的身体 已被多条棚竹插穿了 临死前 赵雅南姐姐告诉我一个秘密 原来在逃生之前 他把一个防水的盒子 丢进了家后面的那口井里 盒子里头藏着成天叶 与王室集团勾结的犯罪证据 随后 我背着昏迷的赵雅师 拼命逃生 但那时的火势越来越大 我一不小心 被烧得脱落的一块墙身 给砸晕了 可正当危急关头 消防员成功冲了进来 把我跟赵雅师救了起来 这时画面也到此结束 原来我的童年记忆 看完了这一切 我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当年的我被砸晕了之后失了意 所以我根本记不起 当晚发生过的一切 更不会记得赵雅师 还有赵雅南姐姐临终前说的秘密 我 对不起 雅南姐姐 当年我 赵雅南一笑 小蕾 我没有怪你 我深信上天一定会有安排的 果然 今天我终于等到了你们 我 可是雅南姐姐 那场火不是那个成天夜放的吗 那她为何也死了 赵雅南嘴角一撇 是的 本来她不会死的 可是她为了要取回那些证据 大火之后的第二晚 她偷偷地返回村子 也就是这样 让我和那些死去的村民 抓住了这个报仇的机会 赵雅师 他是你们杀的 赵雅南摇头 我们没杀他 杀他的是他自己 那晚 他看到死去的我们 自己吓得湿了魂 掉进山坑里摔死的 这是恶有恶报 毛指寒 那我懂了 死后的成天夜冤魂不散 学校的奇怪的规则 是他弄出来的 他想让更多人进来陪他 赵雅南摇了摇头 不完全是 因为村子烧了 左爱没了 王氏集团后来成功拿下了这个项目 可即便我们死了 也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 他们派工人来 我们就将他们吓跑 因此项目一直停滞 虽然成天夜有从中阻挠我们 但他一个根本敌不过我们 夜童 那后来 这学校怎么又能建成了呢 赵雅南 后来王氏集团 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邪师 这个人术法高超 白鞋恶灵放进来对付我们 也就是你们在宿舍 遇到的夕阳吸血鬼和丧尸等 他们的力量比我们要强得多 随后 那个邪师更是用术法 把我们给封了起来 这样王氏集团才把学校建成了 但随着后来那邪师的病逝 封印自动解开了 而他先前用来镇压我们的各种恶灵 也随之失控 我 所以才形成了后来学校这个怪异的空间 对吧 赵雅南微微点头 我 那些僵尸呢 他们好像对我们并无恶意 而且还曾经帮助我们脱险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赵雅南 他们是咱们村里的祖先 埋在此地已过百年 正因为拆迁重建一事 整个村被掘地三尺 这才把他们惊动了 也正因祖先们 我们才有了能与其他恶灵抗衡的筹码 听此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所有的规则当中 包含了几方的势力在里头 邪师所放的恶灵 其中包括吸血鬼宿管 丧尸辅导员等 僵尸祖宗 成天叶 还有雅南姐姐 以及那些亡死的村民 这时赵雅南把一个盒子递到我面前 道 小雷 打开它吧 是用那把黑色钥匙吗 我问 他微微点头 我掏出黑色钥匙 随着咔嚓一声响 盒子果然被打开了 只见里头放了一些陈旧的照片 还有一个录音机 我 难道这是 小雷 这是当年成天叶与王室集团 勾结放火的犯罪证据 虽然成天叶已经死了 但那个王室集团还在 请你们为我 还有那些无辜枉死的村民 讨回公道 我回头看了看身后的赵雅师 叶童还有毛指寒 他们不约而同的向我点了点头 我 雅南姐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替你们伸冤的 赵雅南 谢谢 你们可以回去了 放心吧 离开这里之后 你们会回到正常的现实世界 听到这一句 我跟叶童还有毛指寒 都高兴的互相拥抱在一起 喜极而泣 这一个多星期实在太不容易了 姐姐 我不舍得你 这时的赵雅师 紧紧的抱着他姐姐 赵雅南轻轻的抚摸着他的头 道 傻妹 姐姐本来就已经死了 这次能再次与你相见 你是上天的恩赐 你要记住 即使黑夜在漫长 请坚信明天的太阳一定会出来 生活再多苦难 你也要活成阳光灿烂的样子 姐姐永远爱你 白光闪起 白光熄灭 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时 我发现 我正躺在宿舍的床上 周围一片寂静 刚才是做梦吗 我自言自语道 不 你看看那个 这时 一个声音从我床边响起 是赵雅师 我一看 我的手上正拿着一个盒子 我记起来了 这是赵雅南姐姐托付给我的 我坐起来 道 姐妹们 我们不能辜负雅南姐姐的期望 我们必须为她和那些 枉死的村民讨回公道 于是 我们宿舍四人 把这个盒子 交给了当地的警方 警方凭着我们提供的证据 开始对王室集团展开调查 最终 不但成功抓到了王室集团 当年与成天叶勾结的主要人物 还顺藤摸瓜 查出了王室集团 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 证据确凿 不容王室集团的人抵赖 王室集团 最后落的一个倒闭结业 人人喊打的下场 正所谓 善恶到头中有报 若然未报 只是时辰未到 时辰一到 一切都报 全文完